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的事件由小伙伴我兰宝提供,十分感谢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日本 是一起带有悬疑色彩的失踪案件 在开始之前,我有声明 做到这个影片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影片当中有所收获 所有的信息资料都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这是一起悬案,带上了很多对于案件的分析和推测 如果不喜欢悬案的小伙伴 我为大家推荐了其他的有结果的案件 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就可以收看了 喜欢悬案的小伙伴 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 2001年6月4号早上 日本广岛县施罗挺的一家彩石公司的员工们 正在公司楼下集合 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旅行 他们原定早上9点钟出发前往中国旅行 可是超过了集会时间两个多小时了 公司员工山上顺子却迟迟没有出现 要知道顺子可是从来不迟到的 同事们便让平日里和顺子关系不错的丸子去他家里面看一看 来到顺子家里之后 丸子发现大门紧闭 从窗户往里面看 客厅和厨房都亮着灯 于是他按了好几次门铃 但是始终是没有人引答 丸子觉得很不对劲 因为他之前来过顺子家里几次 知道顺子家里面是养了一只宠物狗的 平时只要一听到门铃声 狗就会叫 怎么今天却一声不吭呢 丸子在顺子家周围绕了几圈 发现虽然正门紧闭着 但是靠近厨房的后门却是虚掩着的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丸子也不敢轻易地进屋 于是他就赶紧联系了顺子的亲戚 亲戚赶来之后和丸子一起进入了屋内 发现家里面并没有人 不仅顺子和他的丈夫不在家 就连年近八十行动不便 平日里甚至很少出门顺子的婆婆 山上三只也不在家 而与此同时 不见得还有家里面的宠物狗李奥 家里面没有人 灯却亮着 后门也没有关 亲戚感觉这不太对劲 就立马报了警 警察立马赶到 对顺子家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家中没有非法入侵或者是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的血液痕迹 卧室里面有一个装满旅行物品的行李箱 行李箱里面放着装有15万日元的信封 信封上写着 中国大连旅游金 显然 这是顺子为了第二天的出行准备的 那另外 卧室里面的床主也是十分的平整 餐桌上呢 则放着早餐的半成品 用防尘网盖着 应该是为了第二天早上提前准备好的 警方还在顺子家中发现了2000万日元的存折 家里面似乎什么也没有少 就是少了睡衣和门口的拖鞋 警方判断 三个人应该是穿着睡衣和拖鞋离开的 这个时候 警方又接到了另外一通报警电话 同样是有人失踪了 一家小学的校长报案说 学校的一个老师没有来上班 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接 而这个失踪的老师 名字叫山上千只 正是山上顺子的独生女儿 至此 警方确定了 这是一起一家四口的集体失踪案件 失踪者分别是 52岁的妻子山上顺子 58岁的丈夫山上郑红 79岁的老母亲山上三只 以及26岁的女儿山上千只 还有家里名的宠物狗李二 有邻居称 在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6月3号晚上10点30分左右 他听到了隔壁顺子家里面 碰的一声汽车关门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是有人上车了 还是有人下车了 而第二天早上4点钟 送报员来到顺子家里面送报纸 没有看到顺子家的汽车停在院子里面 警方判断 顺子一家应该是在晚上10点30分 到凌晨4点之间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就穿着睡衣和拖鞋 急匆匆地开着车出门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那么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了呢 施罗挺是一个人口 只有不到两万的山区小镇 山上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案发之后 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出动了直升机 对附近山区进行了搜索 但是持续调查了一年多 都没有任何的收获 就在警察们一冲莫展的时候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2002年9月份 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的炎热 降水量不足 导致当地的金丸水库的水位 下降了将近一半 一位路人在金丸大坝上散步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 湖底有一辆倒翻着底部朝上的小轿车 警方将车辆打捞上来之后 在车内发现了四具成人的遗体 以及一具疑似小狗的尸体 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 都已经高度的腐烂了 但是经过DNA的对比 他们发现 这正是顺子一家和他们的宠物狗李奥 车钥匙仍旧是插在车上 四具一体均没有明显的外伤 发现车辆不久之后 警方就公布了调查结论 已经掌握了顺子一家当中 有某位成员企图自杀的证据 该成员在自杀时 带上了所有的家庭成员 这是一起强迫自杀事件 警方称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就没有再透露更多的信息了 但是这件事情 在日本社会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好端端的一家四口人突然失踪 一年之后才找到尸体 警方又与自杀结案 联系到这中间的各种细节 不免让人各种推测 那这里 我结合了日本的一些论坛里 对这个案件的分析 让我们来推测一下 如果警方的自杀说法是成立的 那么到底是谁要自杀呢 还带上了全家 顺子失踪的时候 52岁 在当地的一家彩石公司上班 失踪当天 他已经准备好了 公司集体旅行的所有用品了 他还做好了全家人第二天的早饭 这就可以看出来 顺子是非常期待第二天的旅行的 这完全不像是要自杀前的状态 那另外 据顺子的同事说 顺子失踪之前言行很正常 看不出有自杀的迹象 家庭关系方面 顺子和丈夫郑宏少年时期相恋 不过受到了郑宏母亲的反对 两个人甚至为了结婚 曾经私奔过 后来郑宏的母亲逐渐接受了顺子 薄熙之间的感情也变得和睦了 而顺子和郑宏 几十年来感情如初 十分的恩爱 一家人关系都很好 邻居们也表示 从来没有听到过山上家 有过争吵的声音 第二 女儿山上千枝 千枝在失踪的时候 二十六岁 是顺子和郑宏的独生女儿 千枝长相甜美 曾经参加过广岛县的美少女选拔 并且获得了冠军 在当地小有名气 那后来 在离家三十公里外的小学 当起了老师 对待工作也是非常的认真 凡事都是笑咪咪的 是学校里面的偶像老师 千枝工作之后呢 就搬出去住了 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周末的时候才会回家 失踪的那一天 千枝给学生们上完课之后 又去参加了家长们组织的联欢会 直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才结束 后来 她开车回了家 还顺路送了一个同事回家 同事说 在车上 她听到千枝打电话给母亲 说要回家拿一些化妆品 看起来心情也还不错 看不出有任何的自杀倾向 千枝还有个稳定交往的男朋友 计划一年之内结婚 工作稳定 感情也很顺利 实在是想不出 有任何自杀的理由啊 第三 男主人山上郑宏 山上郑宏失踪的时候58岁 那一般中年男人想不开 有很多都是因为金钱上的压力 但是山上家族是当地的名蒙望族 山上郑宏从小就过着富裕的生活 他本人也在当地著名的建筑公司工作 收入不菲 之前警方在他们家搜查到了 2000万日元的存款 那可以判断 郑宏作为家里面的男主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压力的 而且家庭和睦 似乎也没有自杀的理由啊 第四 郑宏的母亲 山上三只 老母亲山上三只呢 当时已经是79岁了 她一直患有多种老年疾病 行动不便 平日里很少出门 三只和儿子一家生活多年了 郑宏又是个孝子 他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 又特意买了条宠物狗李奥陪她 而且儿子一家生活富裕 也不会磕待母亲 三只的生活应该还算是如意的 而且 就算他有自杀的念头 但是他行动不便 根本就没有自杀的这个能力啊 后来 庭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 说顺子其实早就有了外遇了 他和郑宏的关系 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好 郑宏与顺子结婚多年 一直想让顺子辞职 做一个家庭主妇 顺便照顾年蛮的母亲 但是顺子不同意 两人因为母亲的关系 早就有了嫌隙 后来顺子与公司的上司 渐渐发展成了暧昧的关系 6月4号的集体旅行 这位上司也会去 所以有人猜测 那天当郑宏下班回家 看到妻子兴致勃勃地 准备旅行用品的时候 想到顺子对婚姻的不忠 一气之下就带着全家自杀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证据 置信了山上郑宏 那就是小轿车沉没的金湾水库 是郑宏所在的建筑公司 所成建的 水库大坝两边 装有防止汽车掉落的安全防护栏 而当时护栏没有任何毁坏的痕迹 要知道 一辆载有四名成年人的轿车 重量约有1.5吨 再加上行驶当中的冲击力 如果从大坝坠入水库当中的话 护栏是肯定会有留下 撞击和损坏的痕迹的 而大坝中间 有一条建造的时候 为了进出方便而预留的秘密通道 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作为成建方的山上郑宏 很清楚这条秘密通道的位置 从这里开车冲出去的话 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但是 单单因为妻子出轨 就要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陪葬 这通常是情绪经常失常 有一定精神失常疾病的人 才会做出来的事情 有亲戚说 郑宏的确是一个性格冲动的人 这一点在他当时和顺子私奔的行为 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但是 如果仅仅是用性格冲动来解释的话 似乎也还是无法让人信服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认为山上一家的失踪 和日本教师联盟有关 之前发生过施罗挺的几十名教职员工 被迫自杀的事情 其中还有包括了施罗挺高中的校长 据说就是因为遭到了教师联盟 这个组织的压迫和影响 而山上千知在施罗挺当老师 而且他还那么受欢迎 据说日教组织里面的一个男人 看上了千知 为了阻止他和未婚夫结婚 曾经带着朋友和自己的父亲 来过山上的家里面 千知曾经说过 结婚以后就不能在这里当老师了 所有人推测 山上一家的失踪 会不会和日教组织联盟有关系呢 虽然警方已自杀结了案 但是关于神隐和意外的说法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神隐是日本独有的词汇 在日本文化里面 有被神带走隐藏的意思 之前我也讲过 两起日本孩童的神隐事件 而案发的施罗挺附近 有一座大神匠山 传说在江户时代 有一位女佣叫阿夏 阿夏受委托去了大神匠山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村民们去山上拼命寻找 还是没有找到她 村民们认为 阿夏被山里面的神带走了 于是呢 在大神匠山 设立了阿夏的一个墓来供奉 这之后当地就一直流传着 只要走进大神匠山的人 就会被神隐 所以山上一家 有没有可能是被神隐了呢 当然 这个说法还是有点玄乎的 山上一家四口 穿着睡衣和拖鞋出门 会不会是遇到了 非常紧急的突发状况呢 根本就来不及换衣服换鞋 案发当天 山上三只 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 据邻居们说 三只他身患多种老年疾病 平日里基本上是不出门的 也许当天 三只突发了某种疾病 需要立即赶往医院救治 一家人呢 就匆忙的出了门 而在发现车辆的 金丸大坝附近 确实有一家公立医院 叫公立市罗中央医院 因此有人猜测 这一家人应该是要送老母亲 去公立市罗中央医院 但可能是因为情况太紧急了 开车的人因为紧张 而出现了失误 导致车辆不幸 掉入了金丸水库当中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他们可能遇到了危险 一家人仓皇出逃 前面有说过 山上家是广岛县的 名蒙望族 山上正红工作的公司 是当地最大的建筑公司 建造 施工 都是该公司承报的 而山上顺子工作的 彩石公司经营状况 也非常的好 一般来说 建筑和彩石这两个行业 都是非常容易产生 纠纷和矛盾的 夫妻二人在工作当中 得罪了什么人 那一天 仇家来到了家里面 一家人仓皇出逃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不幸发生了意外 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起事件 还有很多的疑点 包括警方的态度 我觉得也挺值得 让人顺思的 比如 如果是强迫自杀的话 那么开车的人 嫌疑是最大的 通过敌人的技术对比的话 可以确定 当时开车的人是谁 但是警方为什么不公布呢 警方的结案报告里面说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而不公开自杀动机 那么这个隐私 到底又是什么呢 警方曹操以自杀结案 很难服众 会不会是其中牵扯到了 什么大人物 或者是黑道呢 所以 警方不敢继续查了 另外 女儿山上牵制开回家的车 一直都没有被找到 那么这个车 又去了哪里了呢 难道 真的是被神灵带走了吗 母亲 二字幕导致 二字幕导致 一块儿 一块儿 两块儿 二块儿 二块儿 一块儿